OK,Ultraman 2 Virocay Slayer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陈此乐园 今天我们有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是 罗布奥特曼的武器,罗布投标 背后是玩法的介绍,一共有三种玩法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赛罗水晶 然后是武器的部分,一共有两把刀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赛罗水晶 它的属性是猎 那它装载到武器上,可以发出赛罗的必杀剂呢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武器 它可以装载不同奥特曼的水晶 然后发出七彩的光 那这把武器上面有一些按钮 像这一个 按下去就可以把奥特曼的水晶取下来 然后这两个按钮 按下去,这把武器可以从罗素奥特曼的 变成布鲁奥特曼的 背后这里是发生的喇叭口 那这是一把发生发光的玩具 所以啊,需要装上电池 装好之后,让我们来听一下开机音效 它是这样子变成布鲁奥特曼的武器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投标的玩法 非常的简单 只要挥动一下,就可以发出斩机的音效 合体的时候,也是轻轻地挥动一下 就可以发出斩机的音效 那这就是第一种玩法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下来,我们要装上赛罗水晶 发出赛罗奥特曼的必杀技 双刀的时候呢 要挥动四下 听到了能量充满的声音之后 再挥动一下 就可以发出必杀技了 在这个武器形态的时候呢 只需要挥动两下 只需要挥动两下 听到能量充满的声音 再挥动一下 就可以发动必杀技了 泰鲁奥特曼的是 是石特琉姆斩 赛罗奥特曼的是 双重艾梅利姆光线 那如果装上黄金的欧布水晶 会是什么音效呢 是罗布斩击 再来看一下黑暗中的光效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 第三集的怪兽 石化魔兽 它的身上除了有两只手 还有两条长得像蛇一样的触角 它们可以用来咬住奥特曼 并且可以发出蓝色的闪电攻击 然后它的眼睛 可以发出石化的光线 来看一下它的尾巴 也是有两条呢 像响尾石的尾巴一样 它的背后 还有一个红色的图腾 那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图腾吗 这是怪兽的简介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视频 有罗布头标 还有石化魔兽 那今天的问题是 你们知道罗布奥特曼 是怎么打败石化魔兽的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